那我们停止构造出口一个月 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武汉会员升温 所以我们要准备充足 确保台湾是一个国际队 确保台湾跟国际上主要的这些国家 能够进一步的来合作 台美双方为了因应未来防疫的需要 确保防疫物质物质匮乏 将提供美方每周十万枚口罩 疫区的台湾人可以再更多点耐心 然后配合政府的政策 就是并不是完全拒绝他们回来 只是说要在有限度跟考虑到 本地医疗资源的状况之下回来 那今天医护人员的这些诉求 我们也听到了 那我们基本上看他们跟我们 原来的这个提出来的规划跟原则 是相符的 那我们会做得比他们的要求 还要更进一步 目前一定撑得下去了 目前这医疗量能在这样子的一个 确诊的案例里面 我们应该说绝对足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